这小子我瞅这小子好像个疼口 怎么事 哥们什么活 咱不是讲那些什么好男好东好西的 我这两天一直看你直播 我先说句话 大头比赛来摔 说完 哥们没事一直说一直聊不着急 你说 我就想问一下 因为对于什么走线这些东西 我也不太感冒 咱就是在自己村里待着 我想问一下 在漂亮国那边 对于这些餐饮的工业化 你们怎么看 因为你之前不也开过烧烤店吗 你别说的好像挺低端 哥们和平米 我也是900平的饭店 我240个座位 是 对于餐饮 预制菜方面 在于对于那边 是一个什么样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预制菜 首先我跟你讲 他美国的 美国的对于餐饮的整个这么一个流程 他非常的古板 非常的古板 非常的不接受新鲜东西 而且对于人工的费用来讲 比例上很多人开过餐馆 国内餐馆怎么比例 你们自己品 美国的餐馆 就是说买卖 在刚刚脱离亏损以后 它的盈利了以后 就是这个门槛 它的比例分是大概这样的 两成半到三成食材钱 四成到五成的人工费用 然后剩下是利润 咱们国内餐馆是什么 国内差不多 咱们国内餐馆 其实国内差不多 差不多 国内是我告诉你 国内其实以前不是 国内国内以前人工没这么贵 没这么贵 现在是为什么 现在那个工资也高了 再一个是利润主要是压低了 因为这个东西 你利润百分比 其实它是应该先定的 我三成利两成利 美国呢 它这个是属于相对来讲 比较保守 对于这些事什么来讲 是保守 你叫好听一点 叫不好听的 说白了都是依我看 都是一群懒驴 卫生局的这边 这边卫生局 Health Department的里面 统统一群懒驴 任何新鲜东西 包括说集中处理餐具 这个问题 说刷碗怎么 每个店里面都 都得弄个刷碗的呢 就是美国 它这个之所以 每个店都招个刷碗工 就是因为它 集中处理化这个问题 它根本就是落实不了 一个是人工要的贵 贵到什么样 如果这个人开车 过来把你东西收走 再送回来 你都不如把这碗砸了 重新买新的 把那个回银关了 把回银关了 你都不如买新的 这个价格差很多 它的人工高 是咱们家是 由于压利润 把人工压到四成 本身食材不算贵 而在美国是什么 你由于人工贵 你拉不起来太高的客单价 这是完全两个概念 它这四成到五成 的人工费用里面来讲 它根本杜绝不了 这种就是说你说做预制菜 预制菜等于 本身食材成本不高的情况下 我把食材成本拉高 然后通过降低人工的模式 去把这个预制菜 这个就更快速的什么什么拿出来去做 那首先就得看 首先咱们家这些预制菜 做的都是什么品类 美国需不需要 这很简单 你主流市场吗 别说咱们这种 就是属于小群体市场 中餐怎么怎么做 如果我们的中餐 现在此时此刻 也开始做预制菜 标准化 模式化 打这个连锁店 这么去铺的话 你想吧 一共才五百来万华人 和咱家一个城市 那咱说大点的城市 它都比这多 可能一个区域 就是这些人 但是确实在哪 在930万平方公里 这是美国整个公司 这么分散 你做这个东西 你的配送路程要多远 你的配送经费要多高 然后再说 人家能不能接受 你做的是哪个群体 老外的牛排 你能预制吗 老外的牛排不能预制 老外的沙拉 你能预制吗 不能 那人家主流 老外的汉堡 你能预制吗 汉堡没 不是 我直接上 我直接上一元店 就有卖预制汉堡了 肉什么都熟的 我直接微不留 打一分钟 出了香喷喷 我夹个生菜 几个美乃滋 我就是 这一块钱的汉堡 确实是有啊 我跟你遇什么 你能打的比一块钱 第一半吗 关于第一半这东西 我能卖出去吗 所以他的 大头评论区说 潮妈找你呢 潮妈找我 潮妈找我 给团兔踢他 别 别 因为 因为我身边 我身边很多 就是这个厨师朋友 他们去英国的 去荷兰的 特别多 他们就是想把这个 中国的 就是咱 咱村的 这个 预制菜 带出去 不行 不行 潮妈怎么换发型了 怎么今天换老 你看 你看咱 立马就是 立马结成两种 你问的是 怎么换发型 我想说 怎么潮妈今天换老公了 打扮这么高兴 不一样的人 有不一样的回答 等会潮妈 我先把这个 美国预制菜 这个话题 跟他说一下 你就记住 哥们 全球所有海外的 华人会有具备消费能力 吃中餐的 就已经很局限了 在海外的华人 是一部分群体 在海外吃中餐的是一部分群体 加在一起 比方说 有十个人 这十个人里面 有多少个人 是 就是咱们讲 叫回头周期 一周能吃七天中餐 对吧 你这里面刨除了以后 你可能剩七个人了 七个人里面刨掉 在海外的华人 还有这么多打工的 能天天吃餐馆吗 你再刨完 剩三个人了 然后你做这菜 你能做满汉全席吗 他总有喜欢不喜欢的吧 你剩两个人了 然后你总有 你能覆盖到的范围 覆盖不到的 剩一个人了 你再刨除各种原因 你可能到最后 你所针对的群体 会变成那百分之一 凤毛灵脚 所有人都在你这消费 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 你的利润都无法养活 你整个预制菜 这个前面的环节 以及后面的环节 因为你在美国 我也好奇 大头熊猫快餐 它是预制菜 还是现炒的 像熊猫 你说熊猫快餐 对啊 熊猫快餐 它是属于 后面大锅酱炒 是有炒的 是吧 就炒大锅饭的那种 炒大锅饭补餐盒 它们的规则是两个小时 如果这一盒里面的东西 全都 大部分没卖出去的话 它会拿打折 就是包好的盒 做打 就是所谓的餐管盒盒 它其实就是 这是后面炒出来的是吗 炒出来 但它炒跟咱们炒不一样 它是一勺酱 直接扣里头 它酱是预制的 它这勺酱 就直接放扣了 日本也是 日本所有中华料理 全部都是一勺酱 走天下 对啊 就是这样的 他们那个中餐 其实不算 你在那边吃 所有的中餐 它味道都是一样的 它都是一种酱炒出来的 除非就是 它这个加糖 那个没加糖的 所以哥们 你可以跟你朋友聊 这个事 我告诉你 打反向信息差 绝对是未来的主流玩法 上海外打反向信息差 以前都在海外学东西 回咱家 比如企鹅 对不对 你现在从国内 拿反向信息差 出来打 绝对靠谱 但是我身为一个 在海外打好多年的人 我告诉你 就一点 一人口基数 二人口密度 三消费实力 四受众群体 五覆盖范围 你要做连锁餐饮的话 你必须把这几个点 全都弄了 而且现在开馆子 很多人来讲 就是我们大概在 五六年前 特别流行苍蝇小馆 全国都流行 哪个哪个城市 苍蝇小馆很火 你看现在还有吗 这是一个动态 它为什么 现在大家讲的是 综合用餐体验 停车 地段 服务 品质 环境 你明白 它比的是一个 综合的一个用餐体验 这个用餐体验 一定要达到某些分数 它才具备在互联网上 或者在口口相传当中 爆火 明白 好吧 所以你跟你哥们 多研究研究这东西 不要轻易去投 但是方向是没错的 反向信息差 必须要打 好吧 我这说一句 大头最深 铁路花30万 每刀总结的经验 你刚刚前面话说的时候 哥们 你看一下 你鼻子好像变长了一点 你摸一下 没有 行行行 好了 大头最深 我告诉你 这都花30万总结出来的 明白明白 好了 谢谢 你这冲你这魅良心的劲 你这生意做不得 听不着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潮妈就特别 我这边